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锅烧油 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时后 把菜花倒入锅中榨制一下 榨制的时候需要搅动一下 让菜花受热均匀 榨制一分钟后 捞出备用 锅中再次倒入食用油 把大蒜和干辣椒倒入锅中 小火煸炒 爆香 接下来把花菜倒入锅中 开大火翻炒 接着调一个味 一勺鸡精 一勺盐 锅边淋入少许的生抽酱油 用锅产翻炒均匀 炒至花菜有一点微微发软 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 我们的干锅花菜就做好了 这道菜真是美味至极 花菜的嫩滑和干锅的香辣风味完美结合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还可以在评论里分享你的想法 和其他你想学做的美食 期待下次再一起尝试更多美味佳肴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